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片中善意婴儿仲介说穿了就是靠卖婴儿赚钱 宋康浩和江东元铤而走险的违法勾当 却也仔细挑选卖家 点出韩国弃音议题 在下期登上台湾大萤幕还有这部 白翔影后金太黎和睽違六年 重返大萤幕的金宇斌以及苏智谢 演出科幻电影《外星佳人》 剧情讲述高离时代末期和2022年 时间之门被打开 发生一连串人类和外星人之间的诡异故事 里面大量特效 挑战演员演技 刺激的电影还有Hunt 是李正宰首部自编自导的电影 为了调查组织内部隐藏的间谍 同为组织成员的李正宰 郑与盛怀疑彼此 两人展开场耳鱼我诈的心底战 电影未上映前就引发热烈讨论 属在韩国大咖纷纷推出新作品 让影迷一步接一步看下去 华世新闻林丽婷张道勇台北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